他有一段影片 就是被人家那個酸民的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那個是怎麼說 他們罵妳 那個影片原本就是一個 很簡單的應援舞 但是是因為那件衣服的材質 它很軟 所以彈跳不太正常 對 他們都覺得說 妳是不是去做胸部 為什麼會這麼彈 但是這個只是因為 衣服它的質地太軟了 又上新聞 然後說什麼 酸說什麼假胸部 對 說什麼胸部不會這麼彈 不好意思 真的會這麼彈 而且芸汐其實身材很好 舒子晨她聽說 一邊記舞步 一邊製造面舞表情 嚇走製作單位的新 所以現在這樣 邊跳舞然後邊講故事 因為她可能內褲剛好卡到 對 假件 她剛剛屁股吃步怎麼拉 她在拉 屁股很餓 屁股吃步 隔天有一個錄影 然後我是要表演跳舞的 然後我們只有練兩次 OK 然後一次練一個小時 所以妳壓力很大的狀態 對 然後我剛好在另外一個節目 那個通告妹妹要來跟我Re稿 然後我腦子裡面就一直在想 我明天要跳的舞步 然後我有在聽她講話 只是我可能 臉部就沒有什麼表情這樣 OK 然後我說 妳跟我講沒關係 我在聽 我在聽 然後我臉就這樣 我發現她講話越來越陡 然後她在講說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要麻煩子晨姐 就是幫我們 然後她就沒聲音了 她以為妳生氣了對不對 虛了 我就想說為什麼 妳跟我Re一Re聲音不見了 然後她就默默這樣 飛奧 就移走 標準 她是給我倒退的出去了 馬庫出去 然後換另外一個 比較資深的工作人員來跟我Re 我就說 剛剛那個妹妹有什麼不Re 怎麼了 她說沒有啦 她就是有一點狀況這樣 他們有不好意思跟我講 我就想說那妹妹 會不會以為我是在生氣 還是怎麼樣 但其實我真的沒有 人家看見妳說 經常不是問妳說 妳是心情不好 對啊 就是不孝手 然後滑手機我就這樣 好朋友 對 心情不好是不是 妳那看好像出生了 出了多大的事一樣 像小優那一種 就是比較白白的那一種 她過來說 舒子晨妳心情不好喔 我就說 天啊 聽到這句話我心情才不好 原本心情是好 我就是在點Uber E 我就在看我晚餐又吃什麼 她一過來說 舒子晨妳心情不好 幹嘛 你怎麼了 但其實我覺得這種 某種程度上 是你們的一種很好的保護色 因為像我之前訪問山妮老師 我說這樣其實妳很好 走到路上 大家民眾不會隨便找妳拍照 她說 妳覺得會有人找妳拍照嗎 我說 OK 確實會 然後所以我覺得 某種程度上是好的 因為像是有一次我發燒 然後去醫院掛號 然後已經很不舒服了 然後跪臺人看到我說 欸 LuLu妳幹嘛 妳今天心情不好喔 我說 因為我自己超燒 對 我就覺得病燒 就是他們會覺得 我走在路上就是應該要保持微笑 然後每個人都 要這樣子吃 既定印象 對 但因為我們也有 就是心情不好 對 或是不舒服的時候 沒錯 我們這種臭臉真的比較吃虧 因為觀眾緣真的比較不好 對 真的 所以妳要長笑 真的不要咬人 又在教他是不是 沒有 妳真的要長笑 妳就在點Uber E的時候 妳也可以這樣 我神經病 對 神經病 他就已經我笑 開視訊點給神經病 開心啊 你不能 對啊 很悶啊 我就自己一個人在滑手機 要看我等一下要吃什麼 他這樣 我講不是很詭異嗎 那妳在點Uber E的時候 妳會對那個神經病 會笑嗎 會啊 妳會看到說 這好像很好吃 妳會有一些 吃飯開心 對啊 妳要吃 這好像很好吃 妳不會這樣 他有一段影片 就是被人家那個酸民的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那個是怎麼說 他們罵妳 這個 這個影 這為什麼要被罵 這個影片原本就是一個 很簡單的應援物 但是是因為那件衣服的材質 它很軟 所以彈跳不太正常 對 他們都覺得說 你是不是去做胸部 為什麼會這麼彈 有不正常的彈跳 但是這個只是因為 衣服它的質地太軟了 那是哪一種 LULU可以去買 對啊 我自己想問 對啊 這是我們老闆的衣服 啦啦隊的 但是就是因為這一步 就是被又上新聞 然後說什麼 酸說什麼假胸部 對 說什麼胸部不會這麼彈 不好意思 真的會這麼彈 而且雲汐其實身材很好 就是 對 我不露出來 但是因為那個衣服 整個就是你只要跳起來 就是那個裡面的那個 運動內衣服 這應該只有一小部分人酸 大部分人還是喜歡那個影片的 就像剛剛憲哥跟那個點點 看得很明顯 大家一定我們看這個 好認真